贩毒集团手段越来越隐蔽 为了逃过法眼各出其招 这一回毒贩改用快递包裹的袋子来包装毒品 但最终还是被柔佛警察总部速毒组和武吉安曼警方识破轨迹 起货323万令吉的各类毒品 三名怀疑涉案的本地华裔男子束手就擒 柔州警方和武吉安曼速毒组经过五个月明察暗访 上个月31号也就是前天并分多路 在新山东北区和古来的工厂住家 花园及收费站展开速度行动 结果大有斩获 导破堪称今年第六宗大型毒品案 警方一举起货大批分装在快递包裹袋子内 市值323万令吉的各类毒品 三名怀疑涉案 年龄届于27到31岁的本地华裔男子 包括首脑在内当场落网 Dan rampasan dadah yang kita dapat ialah 警方透露三名嫌犯的尿检结果都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而且拥有犯罪前科 当局也在这次的行动中充公三辆轿车 明表今适合2350令吉的现金 初步调查发现这批市值过百万的毒品来自北部 主要提供给国际和本地市场 警方也不排除贩毒集团很有可能将新山当作毒品转运站 落网嫌犯将会被延扣到本月6号注查 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支B条文彻查案件 NDP7 综合报道